师父讲的四世的请客宋理和社会腐败如何区别 感情沟通和小恩小贿拉拢腐蚀又如何区别 区别在智慧 而不是感情 而用感情往往就有弊病生起来了 所以佛法虽然讲慈悲方便 所谓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可是祖师又有两句话说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那不是跟佛的慈悲方便 两个恰恰相反的就是一个是用智慧 一个是用感情 一个是折 一个是谜 谜 你用慈悲就祸害很多 你用方便 问题也很多 真的出下流 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的是智慧 你看戒定慧三学 戒律是手段 定还是属于手段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慧才是目的 你去看六祖谈经 这是宗门禅宗的 禅宗它求的是智慧 它不是禅宗 你看谈经 你打开头一句 六祖说的 所以他们修学的是六祖里头的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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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禅定般若 这个要知道 无论是宗门教下 通通是智慧 烦恼清智慧 我们的智慧为什么透不出来的 烦恼 习气 把智慧障碍住了 那么这个建议的人 常常喜欢发脾气 常常骂人 常常有智慧 那就烦恼献钱骂 决定没有智慧 智慧一定是心贫义气候 才会生智慧 那么佛家讲的四设法呢 是方法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礼 这个不能把它看作小恩小慧 你要小恩小慧 这就错了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 真情的流露 所以礼不再多 也不再丰盛 但是说很感人 你送人家一个纸条 一个书签 这是非常微薄 但是感人很深 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忘记 你常常把它想在心里 从这个地方建立真情 这个很重要 所以家庭夫妻能懂这个道理 你一家活目 所以家活万事性 这个不能疏忽 就这么多了 你的